各位你可以自行進去看哪一個網站都沒關係 就是哪一篇文章都有 你進去之後呢 我裡面這個3DSH我都有把他的網址放在這邊 你用關鍵字找也可以 進來之後呢 你想要用Google翻譯就用Google翻譯 我也不反對 反正他也可以 好那你按一下3E就是做登錄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 就麻煩你來這邊 填寫資料 假設你已經註冊好下次要進入就從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我有一個帳號 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呢 E-mail然後男生女生嘛 年齡啊然後你是 你的一個自我介紹 還有你的目的是什麼 驗證嘛 填好之後 他會寄公正正信給你 麻煩你就自行去收信 自行去收信 那萬一你不是認真的 你想說我現在這邊 先玩一下 你也可以找這個關鍵字 好吧 你可以到Google 拋棄式信箱 拋棄式信箱 這樣不行 拋棄式信箱 有 有沒有 所以下次你不是真心的時候就用這個關鍵字 那你可以找這個 這個我確定可以收到 10分鐘的好像最近收不到 所以如果你是用這個 點進去 它就會自動產生一組信箱給你 就是這個 你就在這邊收發信件就好 這樣了解 好所以如果用這個我就按右鍵 給它把它複製起來 你就可以拿到這邊自行註冊一個 不過那我比較建議各位啦 如果可以的話就 如果用真實信箱註冊 你的那些資料會放在上面 好這邊我先 填寫一下 看不懂的反正就把它 重整一下 好 按下 這個時候它就會送一封信過去 這個錯了 好 確認送過去 有 它就送一封信箱過去 那裡面呢就有那個連結 所以你就來這邊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就會收到了 有沒有這邊已經收到了 所以我就在這邊點開 在這裡 啟用連結在這邊 按下去之後 你的密碼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了 密碼就在這邊 但是呢你可不可以改密碼 當然可以啊 可是它會為你舊的密碼 所以要麻煩你自行把這個密碼 複製一下 然後到右上角這裡 按一下 你的帳號的名稱這邊 按一下 好 改變有沒有 改變 password 按下去 打上你的舊密碼 然後呢新的密碼打兩次 按下OK啦 這樣就好了 所以你一定要去收信啦 因為你沒有收信的話 你就不知道你的那個 就是 啟用完那個密碼是多少 這個要麻煩你自行 用一下 好不好 事實上它沒有註冊也可以用 可是呢會有一些功能 比較多的限制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就先註冊 等一下呢我們要用那些功能 你就不會說 怎麼突然跳說要你註冊 不能使用 這樣 註冊就交給各位囉 咪outs counting